第387章 恶魔入侵 当一种灵魂复苏的感觉从众人心底传来的时候 苍穹下每一个守护的人都明白 西门吹雪快要苏醒了 那具身体内属于西门吹雪的灵魂 由心脏部分发出了微弱的信息 便迅速扩散起来 当那熟悉的灵魂波动传来的时候 不远出那具尸体才算是西门吹雪 天地间狂风呼啸 阴云涌动 在短暂的时间内这些天象变化达到了极致 咔嚓 一道震动天地的雷霆过后 天地骤然变得亮如极昼 那一刹那天地间的光亮让人不可逼时 半边至暮 半边漆黑如墨 而西门吹雪便藏身于那浓稠如墨汁般的黑暗之中 啊 一声轻吟 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平静 指鱼下横供于天地间一道巨大的 不知其尽头在何处的裂缝 远处 灰雾晕 西门吹雪站立在虚空之中 一头长发 狂乱的飞舞 长发之下 眼简睁开 一阵神光从眼中一滑而过 在风云无际等人的影像从那对明亮如星辰的双眼上出现的时候 西门吹雪的脸上出现了一阵几乎微不可差的惊讶 然而 这丝惊讶很快便消失了 那熟悉的冷漠将一切都遮掩下去 西门吹雪的右手一握 一柄铁剑凭空成形 出现在他的手中 右手持剑 宽大的衣巾飘荡 西门吹雪一言不发地踏步虚空 一步步地走向着风云无际 一丝发自内心的喜悦 从风云无际等人脸上浮起 右脚抬出 风云无际亦是一步步踏上虚空 大步向着西门吹雪走去 欢迎回来 西门 嗯 西门平静道 尽管他的灵魂刚刚回归 心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疑惑 但西门吹雪就是西门吹雪 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那么好奇 这次感觉如何 西门吹雪并没有回答 神识很快扫过体内 随后默然回答道 很好 从未感觉这般的好 西门 回来就好 独孤求败等人也跟了上来 西门吹雪默然地点点头 在他的脸上 很难有冷漠以外的表情 目光从太玄身上停顿了片刻 迅速移了开去 尽管以前从未见过太玄 但西门并未有任何询问的意思 五人站在一起 并未有意去做作 但却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 风云无际在前 独孤求败和西门吹雪 站立在风云无际左右 太玄站于后方 再往后偏左方 则是漠然地耻声 凤飞呆呆地看着这五个男人 他们似乎在漫长的时间中 已然形成了一种默契 一种即便是他们自己 也未曾注意 或者说是在意的默契 弓手兼背 地位分明 气息护气 完美的组合 你去不去 一个雌性而平静的声音 穿入耳中 凤飞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正好迎上风云无际 那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神 凤飞默然 随后 白皙如玉的玉手 缓缓地从火红的绣袍下伸出 搭上了风云无际伸出的手掌 手一紧 风云无际拉过身盼的清澄美人 脸上却是平静无波 无喜无悲 带着某种决断 一行六人 缓缓地向天空升去 渐渐没入 清明深处 再不可见 正如人类遍布众多未免一样 魔族从来都不是困手一偶的生物 魔戒是所有未免恶魔的故乡 但仅此而已 浩瀚的未免 无穷无尽的食物 以及清觉众多未免生杀与夺的权力 这些才是未免恶魔所追求的东西 尽管魔戒是众多恶魔的本源地 但是浩瀚而幽暗的虚空中 从来都不缺少力量强大的恶魔 他们流浪于虚空之中 与阴冷和黑暗相伴 统领众多未免恶魔 许多未免都有着他们的足迹 同时伴随的还和杀戮血腥的传说 当风云无际等人划破未面避障 出现在那片浩瀚的天空时 阴入眼中的是四起的浓烟与火光 还有散落于四方 不似人类肢体的残骸 虚空中充斥着浓浓的黑暗气息 一副大战之后的景象 大地上众监狱弟子列阵以待 神情凝重 经历了最初的磨合 他们已经经历了 由自由派系高手 到监狱普通弟子的转化 风云无际等人刚一出现 下方便有一道人影拔空而起 为首者正是修法者派到监狱的 两千黑衣人统领 司空灭 大人 你终于回来了 司空灭一脸风霜 此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见到风云无际归来 心中大喜 正欲诉说 其中款取 不必了 风云无际的一掌竖旗 默然道 眼光转出 从下方密集的人群前端 一道白影 冲天而起 没入到风云无际的体内 爆出炙烈的光芒 随后 化身中所蕴含的信息 海量的涌入到风云无际的脑海之中 并转化为他的记忆 是 大人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司空玄 恭敬的一恭身 袖袍一甩 便向来处如电而去 未面恶魔出现的时间 还是超出了风云无际的预料 这些从虚空中 划破空间而来的恶魔力量 还无法与太古众人相比 但是 胜在他们数量众多 远远超出众人的预料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在太古来说 即便有战斗 也和族人之间的战斗 这次对他们来说 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面对人类真正的敌人 魔族 在最初始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恶魔 着实令众人有些惊慌 但剑神化身的出现 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随后 战局便趋于稳定 毕竟 人类的武功 还是笑傲所有种族的 一刀一剑斩出 那覆盖范围之广 大片的魔族 如陨石坠下 便是有些强悍的恶魔 终究不敌 风云无际的化身 以及两千黑衣神级高手之中 绝大部分 犯见这个未面的恶魔 全部死绝 只与少部分 强大点的恶魔 逃逸而出 风云无际踏步虚空 全身气势暴涨 神级的剑意 无浮极远 扩展到整个卫面 卫面之内 所有的剑修者 都感觉到 这股强大的剑意 仿佛是一个 宇宙浩瀚的剑意 在这股庞大剑意面前 天地都为之黯然失色 主公 黑压压的一片人影 跪浮于地 风云无际的神态冷峻 目光如一名王者般 从众人身上 巡视而过 随后 洪亮的声音 响彻天地 你们都经历过一次 与魔族之间的战斗 现在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刚刚你们见到的 只是那种 最为弱小的 卫面恶魔 真正的魔族 远比他们强大得多 风云无际的神态凝重道 我知道 你们中有些人 加入剑狱 并不是对于我 亦或是对于剑阁 有多大好感 你们或许有其他的目的 但是 所有人 不管你们最初 怀着什么目的 进入剑阁的 我希望 从现在起 把你们其他的心思 都收起来 想一想这些魔族 神魔之战 真的很遥远吗 当我们沉浸于内讧之时 最为开心的 莫过于神魔了 一年前 人类的战争 已然失败 或许时间 能让许多人淡忘那场 血腥而惨烈的战役 但魔族 不会忘却 这个世界 从来不存在救世主 能自救的 只有人类自己 毁灭或生存 没有第三种选择 这便是我们的处境 我建立剑狱 召集你们 并不是为了 所谓的太古争霸 亦不是想 要靠你们 去击败剑狱的敌对势力 风云无际沉声道 我可郑重地告诉你们 所有的人族内讧 剑狱弟子 都不得加入 努力提高你们的实力 利用现在的一切条件 这便是我寄希望于 你们身上的 我曾经经过到魔界 看到过 在魔界水牢里 自甘供魔族驱策 鞭打 生不如死的众多族人 一直屈辱的太古协议 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自毁去体 只为人类 争取一点喘气之机 这些都令我深为震动 剑狱成立之初 我的目的便不在太古 虽然最初的时候 曾经为了保护剑修者 而不可避免地 与刀玉发生争执 如今 太古已经够混乱了 剑狱不再会插手其中 从今而后 剑狱存在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便是应对将来的 神魔之战 你们既然入了监狱 从此之后 行令尽止 不得违令 我希望你们对得起 人族 对得起 非生者 对得起 男人这两字 生而为难 不求与天地长存 但求 死的其所 众人莫人 一些混杂在题中的 自由派系高手 脸上露出了 复杂的神色 一种翻人悔悟的表情 出现在他们脸上 安逸 会让人一直沉沦 太久的安定 也让一些人 淡忘了人类的处境 当魔族出现那刻 便是再有心机的人 也深为之触动 一鸣鸣鸣 魔族 让人感觉 神魔之战 从未那般的经过 一道道 熙熙落落的贺声 从人群中传出 地上 一鸣鸣似乎 下定某种决心的 自由派系高手 站起身来 挥动着手中的武器 随后 狂贺声越来越大 形成了一片 呼啸的海洋 生而为难 不求与天地长存 但求 死的其所 这一句话 如意真迹 深深地扎入了 大地上 众多太古男儿的心底 勿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 犹如追 这一刻 所有新加入 建狱的弟子 在心态上 都凝结到了一块 但凭主公猜浅 但死无怨 但凭主公猜浅 但死无怨 众人热泪盈眶 一种名为男儿的责任 深深地震动了他们的心 一颗迷失的心 凤飞 静静地站立在 风云无忌身后 看着下方群情激动的人群 美目中露出一阵难言的神色 这刹那 风云无忌那冷漠的形象 在他眼中 突然变得有血有肉 凝湿起来 漠然之间 一股浓浓的黑暗气息 从外面之外 以极快的速度 迅速接近 风云无忌等人心有所感 齐齐抬起头来 轰 一道浩瀚的力量 重重地积在外面上 整个天地都在震动 那在风云无忌等人目光尽头 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 出现在苍穹之上 那黑色漩涡的中心 赫然是一个被强力打穿的空间通道 那黑色的漩涡之中 一片幼暗 透过那道空间通道 密集的魔器 闪射而出 外面之外 众多恶魔的尖叫声 透过那空间通道 刺入这个空间 在天地间震荡 太玄 你立即去监狱 优弱公主 应该已经送到那了 你去保护她 风云无忌抬头 看着那天空 覆盖了极大范围的黑洞 开口说道 西门兄 你独孤前辈 随我一起 去会会那恶魔的君主 是 太玄应声 破开一个通道 向太国而去 天空 眨眼之间 密集如黄的恶魔 煽动着福意 从上方 蜂涌而出 第三百八十八章 独孤首 西门公 宇宙的结构 并非一尘不变 许多外面互临 两个外面 甚至更多的 可能共同 有一个外面避障 但外面之间 也可能并不相邻 若是外面之间 相距得非常近 便称之为 外面缝隙 若是相距非常之远 两个外面之间 便充斥着 无尽的黑暗与虚无 圣殿 规则篇 风云无际在前 独孤与西门在后 三人拔身而起 闪电般 向着虚空中 巨大的黑洞射去 眨眼间 便没入其中 便在三人 没入那深邃的 漩涡形黑洞之后 一阵强烈的白光 从黑洞中迸逝而出 辐射 整个天地 那白光中 蕴含着浓浓的剑意 瞬间 将冲出来的恶魔 全部杀绝 断翅 与残肢满天飞舞 黑色的 磨血 分洒如雨 浩瀚的虚空之中 三人 呈 鸡脚之士 踏足虚空 脚下 正是那巨大的 黑色漩涡 原本 那出卫面 模糊的轮廓 也隐没在周围 弥漫着 浓浓的黑雾 巨大漩涡之下 上方 阵阵 尖啸声传出 尖啸声中 带着恶魔之意 震动的声音 三人 默然地抬起头来 目光 透过那 浓稠的黑暗 看到无以计数的 卫面猙獰恶魔 从四面八方 向着脚下的 漩涡通道涌来 黑暗中 一对对凶恶的 恶魔之恐 发出了 锐利的光芒 干掉他们 干掉他们 一声声尖叫 从四面八方传来 如同黄云一般的 恶魔呼啸着 一边闪电般的 飞雷而来 一起轰出了 体内的魔气 一道道如烟柱般的 从上方及时而下 魔气 汇聚成了更为庞大的 魔气树 向着三人哄响 变得这时 独孤求败 突然一步踏出 右手不羁不徐的 绕空一滑 一股浩瀚和 具有包容 万物力量的剑意 从虚空中扫过 刹那之间 那一道道 狂轰而下的魔气 消失无踪 那自上方扑下的 众多恶魔 原本狂扑而下 但突然之间 由急动转为寂静 密密麻麻的高悬在上方 眼中一片错愕 似是不能相信 无声无息之间 所有的攻击 便如泥牛入海 众多的恶魔 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风云无际的左侧 面容冷峻的西门吹雪 一头长发无风似动 紧跟着也是一步踏出 右手铁剑 化为一道模糊的虚影 双手持剑 在身前的虚空一展 轰 以三人为界限 虚空之中半黑半白 那黑白异色的古怪异状 只持续了一刹不到 便消失无踪 快的让人以为这是幻觉 缓缓地收剑 西门吹雪 一头飞舞的长发 也渐渐平静下来 在他左侧 虚空之中 慢慢地黑灰 飞飞扬扬地洒下 整个空阔的虚空之中 没有一只恶魔残存 有的只是密布 整个空间的黑灰 而他的左侧 密密麻麻的恶魔尸体 漂浮于虚空中 静静地悬浮着 脸上的表情依旧保持着 西门吹雪初见前一刻的神情 但躯体之中 已经没有了一丝灵魂的迹象 却是死绝了 半边虚无 半边浮尸 这种古怪的迹象 布满了三人神石 所能感知到极远的距离 烧尸完一杆弱小的恶魔 三人一言不发 以风云无地为少 向着虚空深处 急律而去 一行三人 在漫长的时间中 逐渐形成了无形的默契 而这种默契 在三人的实力 都达到神级之后 产生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 强大威慑力 一路寻着另一个化身 最后消失的地点掠去 一路上 无穷无尽的 时空恶魔向三人扑来 然而 却是如同 飞蛾扑火一般 独孤的手 西门的弓 两人联手 一人一剑 轻描淡写 在视野之内 所有的恶魔 眨眼之间便被清除一空 一路所至 所向披靡 风云无际 根本不必动手 在西门与独孤的 联手攻防之下 没有一个恶魔能近身 纵观虚空数万里之内 右侧的虚空之中 一片虚无 左侧虚空之中 却是浮石遍野 在黑暗的深处 一处宇宙深渊之中 已知之前三人见过的 恶魔气息 更加强悍的黑暗气息 遥遥传来 那些强大的气息 树木 无下数千 而在浓浓的魔物笼罩 在深渊核心 一个强大的存在 正冷冷的隔着时空 投注在 三人身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不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